又开始了 农屋笼罩 一上高速走两天就开始 躲都躲不过来 高速风景也很美 只不过就是这个 我这个摩案一到 阴天的时候 它就变绿了整个屏幕 今天设计的路线时间有点长了 不过你看旁边这个树 长得又不像挖耳勺 下边刚刚的什么都没有 顶上整一簇 走着走着就走到小县城里边了 看着地图上不是很远的地方 但是这边还有什么城区 这边有个很大的火力发电站 不知道是什么火力发电站 这个应该是他们的城区 周边有很多大车 运东西的还有一些急冒市场 就直接上来了 高速的风景也很美 这种大山里边开车呢 其实还是挺好的 前面全部都是这种山 今天去的一个地方呢 不是一个常规的景区 它是一个建国之后新建的一个水利工程吧 应该是人工水库 到了这边 这边有个挖土机挡在我的必经之路上 这边我应该可以下去的 还是挺平的 这边这个水库真的很美啊 那个山都在水库之间就是一座一座的 有点像水上的桂林 等一下可能要 我现在提到的这边 他们现在路面已经开始平整了 等这个车让开之后我就应该能过去 等那卡车出来吧 它里边那辆车是也要出来吗 要出来你先让到边上 对我先让边上点 它出来之后我再进去 好的 这小路让我找的 这路也太小了 因为它我没听到它景区停车场 它景区其实是有停车场的 但是我没有停过去 景区停车场它晚上是要关门的 所以我会被锁在里边 这感觉让人感觉不太舒服 所以我就在周围逛啊逛啊逛啊 找停车的地方 看我把车开到了什么地方 这小路勉强能过得去吧 可能要蹭一下 没事刮树都还好 都要蹭硬的东西 挂住了 果然是挂树 完蛋 前面来了一只水牛 还好 他们从那边过去了 哇 这个地方不好过了呀 这个尖角很可能会 没了别叫 很可能会蹭住啊 我一直在听声音 嘎啦啦啦啦的声音 但是并没有 勉强过来 我这车技也是没谁了 太棒了 从村子里边进来了 哇 这边有点危险啊 这能拐得过去吗 这 拐不过去吧 一拐过去就要上坡 要不然就掉下去 没问题 没问题 小李师傅的这个车技还是可以的 练过的 话不要说太满 前方150米到达目的地 到了到了 哎呀天哪 看这个地方找的怎么样 青山绿水 然后呢 最重要是这边比较平整 而且 有水有电 并且是免费的 看远处 不行 我要把房车停在最好的位置 因为现在没人 有水吗 有水 电呢 有电吗 这是电吗 有电 不要钱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呢 虽然进来的这个路啊 它这个房车印地啊 是还在建的 所以 几乎现在还是没人的 你看下边一直走下去那边 可以一直到湖边 去央湖 水上归零 其实呢我是不太喜欢这种 没有人的地方 但是呢这边就是清净 去下边去 看看附近有没有什么吃的 因为今天 就中午随便吃了一点 晚上都没吃饭 如果这边没有吃的话 我看我就要 又要做焖饭了吧 到这附近湖边应该吃点鱼啊什么的 这才 比较正常 下去问一下 它这边主要是连人都没 管理的人都没 这边 这边是 湖区的一个 政府的一个房车印地项目 看我背后 下边这些呢 全部都是 烧烤露营区 还有油船码头也在建 只不过是现在 真的是什么都没有 游客休息室 诶 这边有游客休息室 都是锁着的 自行车出租 他们现在在搞一期项目 一期项目现在已经 诶 这边有电脑 电脑是有保安吗 半个人都没 电脑都是亮着的 值班室 值班室放的麻将桌 这般值得 太轻松了吧 没人一个人都没有 这个我要怎么办 我得先上去看看 那个电源是否有电 电源有电的话 我就先暂时把车停在那边 因为那个地方高度还比较高 看那个看风景还是挺好的 原本是想停着离湖面近一点 但是后来发现过来看你看 这些都不平呢 这边都不太平 虽然那边有卫生间啊什么的 但是我用不上 所以我打算停到 再往上一层 那一层的话就 会平很多 平整很多了 这边看着 就感觉这个地面啊 都不如上面那个好 所以上上面去 第一件事呢肯定就是 找他解放 看看有没有电 我都不确定这有没有 因为之前 好 插好 这样咱们进 车里边去看一下 就知道他有没有电了 等下我出来要把现在重新捋一下 水是肯定有的 就算没有电没关系 因为我今天是满电 看看电 有点黑了 是没有电的 刚才再次确认了一下 是有电的 我把那个插销 没插好 插销刚才差点松 现在就有电了 可以用电 可以用水 还在开发体验阶段 不要钱 来之前我就问的那个 当地的一个车友 他说这个只要你车能开进去 你看看我刚才开进来的那个路 他们现在正在新修路 这个路一旦修通了 这个营地其实就很好的 所以目前暂时这个营地 包场 刚才 跑来跑去的 捉了一只 蛆蛆 晚上有的听了 私人蛆蛆声 先暂时放在这 我现在还没有开始做饭 视频也没有做 今天晚上是不打算睡觉的 现在水电全部结好 下部就是要把 驻车之腿放下来 使用频率大幅的上升 好 稍微止一下就可以 一个噩耗 显示电脑开机之后 显示器没有任何反应 很有可能是显卡烧了 但是 显卡的风扇所有都是工作的 它还是工作着的 不知道是什么 里边 什么东西有问题 我现在正在排除法 呃 内存一条一条式 显卡拿下来把金手指擦一下 试一下看 到底是什么问题 水冷应该是一直都工作着的 它不会不工作 显卡和内存拆出来 然后我现在再看一下 主板上有没有烧毁的电容之类的 它有没有古包的电容 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就开机任何反应都没有 之前是有坏过 但是不是这种情况 现在已经躺下了 12点14 今天晚上也没工作 一直在倒头那个电脑 刚才跟华硕的 哎哥们 彻底研究了一下那个电脑 发现是主板烧了 哎呀 躺在这里看柯南 看来 刚找到这好地方就要离开了 明天要 去南宁 华硕的售后去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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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